1992年,洛杉矶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打死 警察无罪释放,制造了大公门抗疫 结果洛杉矶陷入暴乱状态,整个城市基本瘫痪 6天就死了63个人 老布什最后派国民警卫队进城暴力镇压 但是到年底之前洛杉矶出现了1000多起凶伤 再往前看1967年,底特律警察突袭一家无证经营的酒吧 抓走了几十名黑人 引发暴力冲突 最后还是联邦军队结成镇压 这次底特律骚乱,5天死了40多人 受伤400多,被捕7000多人 1968年,马丁路德金遇刺 美国110多个城市暴乱失去了三个月 这都靠联邦军队武力镰压才维持的秩序 所以一共只死了31人 还是比这次要多一点